有请主持人赵春 现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扫描屏幕下方大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现在请您打开手机微信 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的好礼等您来拿 今天我们请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心理学专家 白燕仪 白老师 欢迎白老师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华谊嘉欣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涂雷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跟她在一起一年多了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一个挺细心 挺可爱的女孩子 只是有一些小脾气 有点小娇气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 我发现她特别麻烦 事情特别多 规矩特别多 搞得自己很累还不说 有时候还以同样的方式来要求我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 男生受不了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威 24岁来自湖南公司之园 女嘉宾小斯22岁 同样来自湖南 是名学生 来 掌声有请 有请这一对 有请 规矩多是吧 谈了几年 一年多两年吧 一年多还是两年 一年多快两年 怎么了 怎么就受不了了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她挺细心挺可爱的 可是时间久了之后 我发现她规矩很多 啥规矩吧 就比如说她吃个饭吧 就一碗米饭 你想不是一个圆碗的吗 给她拿着就像分了阁一样的 她必须从左边一面吃 一直吃到右边 怎么了呢 不碍你事啊 她吃个菜也是 比如说吃辣椒炒肉吧 她就非得一口辣椒一口肉 如果单独给她夹一块辣椒 或者夹一块肉的话 她会不开心 你就别夹了吗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习惯 对对 我觉得也没什么 对 我觉得一起吃那样比较好 那你光吃肉肯定挺腻的嘛 对对对 这都个人习惯 跟你没影响啊 兄弟 而且她上个楼的话 她最后一个台阶 她必须得右脚上去 啥意思 就比如说一个楼梯吧 如果说有时间 她就先迈左脚 必须要保证 最后一个台阶是右脚上去 这样她心里才舒服 这也不妨碍你啊 关键是她自己强不顺就算了 她有时候还喜欢给我下规矩 没影响你 我跟你讲 就比如说 我们后来不是在学校后街 住了个房子嘛 我周末一般都睡懒觉 然后跟她一起之后 她就规定我 必须得整点 而且是偶数的整点 比如说十点 或者十二点起床 就如果说我自然醒的话 就不允许 六八十十二 十四十六十八 那下午一般 我会睡到那个时候 哎呀 好痛苦是吧 可是我没有 不让她自然醒啊 你说周末睡个懒觉 你睡到十点钟 也差不多了吧 那这个生活习惯的话 我还是希望她 就是说不要睡得太晚了 再说大家都有 电脑领的习惯吗 那你看整点不舒服一点吧 那我只是要求她 整点起来也没有怎么样 就说她十二点钟起 和十点钟起都行 是吧 我就不能十点半起来吗 有什么关系 你就不能多睡会儿吗 讨厌劲儿的 叫什么劲呢 多睡会儿多好 人家没说让你九点半起 就不错了 可是那个她 十点半不是整数吗 那我看着我电脑领的话 我定个十点钟 我就看着就舒服一点 你说我定个十点 你顶五分 你睡到十点 你顶五分起来 你不觉得那五分钟 你这一上午 就浪费很多时间了吗 反正都够较劲了 而且看个视频也是的 跟她一起看个 半个小时的视频 得看胳膊小时 为什么 因为她有个画面 或者说有个声音没听到 或者没看到 她就得后退嘛 然后后退 她如果说那下面 那时间调的 进度调那时间点 她不喜欢那数字 她还得往后退 她不喜欢什么呀 比如说十三啊 四啊 她就还得退 那大家都有个 喜欢的数字吗 我觉得十三十四 我不喜欢 那有的人 她喜欢六啊八九 她觉得那种数字好 那你怎么不讲别人呢 可是她对数字的 要求太多了 她每一个事物的标准 她数字要求都不一样 比如说 她家里开空调的话 她就只能为数 是五或者零 啥意思 就夏天开二十五度 二十度 十五度 对 没有十五度吧 对 是没有十五 都在想啊 我就算那个数啊 二十度 二十五度 还有三十度 三十度 那是大夏天的 开个二十五度 开久了 我们房间又不是很大吗 是挺冷的 为什么不能开十八度 十八度 那个它不是整数吗 我喜欢整数 空调的话 它二十度 二十五度 三十度 那些数字 我就看着都比较舒服 我觉得如果不开那个度的 你看个十八度的话 我老觉得那空调 有点不对劲 我就喜欢去调它 你没给它客气 发明一下 把你们家的空调 那温度都改造一下 那怎么改 反正夏天回来的时候 挺凉快的 我让它把温度调高一点 它都不肯 对 这个倒是影响到 你的伤害了 可是我让它 加一件衣服 它觉得冷的话 加衣服 可是有时候也不好加 你说我跟一个朋友 出去打篮球回来 浑身是汗嘛 也挺冷的 一进来 那肯定吹久了会早凉 我就跟它讲 我说把温度调高一点吧 那调高的话 你就只能调三十度了 你大夏天开三十度的话 还不如不开 好好好 就只能调三十度 二十八度 二十六度不行吗 我说我不喜欢 我喜欢就是整数 好好好 喜欢整数 你生日是哪天 二十一 你们俩不合适 这姑娘只喜欢二十号生的人 是吧姑娘 你应该把它先剔了 你知道吗 这生日都不是整数 你没考察过呀 哪年呀 九二年了 九二 也不行 你这得九五 九零 九二它也不是整数啊 可是这个事情 就性质不一样嘛 那他对我还可以 我觉得 这性质还是蛮一样的嘛 结果那一次 就因为 就因为他没给我开空调 就弄得感冒了 感冒了 大夏天的感冒 特别难受 掉水都掉了一个多星期 可是你明明可以 加一件衣服的事情 就是说你感冒了 现在要怪我呢 那我们在一起 这一年多说 我对他怎么样 他自己心里应该 还挺清楚的吧 这个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吗 就是我在家里 做家务事的话 他也没有帮过忙 然后他想吃什么 我也就说 马上会给他做 家务都是你做 对 然后那个 他想吃什么 会隔三差五的 给他变得花样 做那个星台样嘛 你听着挺好 刚开始我也觉得 挺开心的 这多好啊 我觉得很感动啊 他帮我做饭 对啊 但是基本上 每次做饭 要我进去帮忙 我要不了五分钟 就得被赶出来 为什么呀 他说我切菜切得不好看 我让你切个萝卜吧 你有的切那么短 有的切那么长 你说我炒的话 我也不好炒 你炒出来 你吃个东西 你有讲究 看一下吧 这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长长短短 挺好的 加点佐料炒出来 能吃就行吗 就给你较真了 那我切东西的话 我有我的规矩 我也告诉过他了 是是是 你说我切个胡萝卜 我说我必须 从中间开始切 然后再摊开 他还切四等份 是是是 我告诉过他了 他还老是切不好 不是 那萝卜 不是长得不一样吗 那我打的时候 肯定是挑那种 比较对称的啊 这你都挑得差不多啊 哎呀 这种葫芦喉布的人犯难了 他得拿模具种啊 我觉得 兄弟这也是个好事 反正每次干五分钟 就出来了嘛 也挺好 那他现在就说 自己做事情做不好 他现在还要怪我 那规矩多什么的 他就是规矩多 因为规矩多 他就很浪费时间 结个辈子半个小时啊 偷个地 扫个地也是半个小时 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时间全耽误在这些 生活上的琐事上了 没有啊 周末经常出去逛街什么的 有出去玩啊 没有做家务师吧 还说逛街 逛街是我觉得 最难受的事情 为啥 因为跟他出去逛街吧 就是说 如果我走十步的距离 他得走十二步对吗 然后我腿长一点 我就得 就是说得配合他 我就不能跨太大 而且呢 他还非得 左右脚都得同步 他跨右脚 我得跨右脚 如果我跨左脚的话 我得立马改过来 真的吗 情侣之间逛个街 步伐一样 起得挺默契的嘛 有时候我低着头 看着我们两个走路 就感觉在骑不走 感觉下一步 正步就得提起来了 那我也没要他 骑正步 只是说要求 他步伐跟我一样 这要求不过分啊 那样看着说不定 他是要求 还是他会看呢 他会看 我也得看 那他不跟我走 我就奇怪 为什么街上那么多人 你不管别人 你非得管我 那你说呢 我现在开始理解你了 这就差不多到顶了吧 没有再 还有升级 对 我觉得 他有时候不是 根本就是在无理取闹 我现在都不敢带他出去 为啥 有一次我去见我两个朋友嘛 然后带他去一个西餐厅 结果我们就去得早一点 我那朋友还没过来 然后他就闲着没事 他就把我们两个的餐 就按他的要求摆一下 他就等那种什么 碟子放中间啊 刀子叉子啊 那个底都得平齐的 摆弄了半个小时 结果我那同学过来的时候 把他当服务员了 可能是误会了嘛 就讲了一声要他上菜 结果他就来脾气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还是我还在中间调节 就说你不在是吗 那这个事情也不在我 你说那你说他朋友一过来 就把我当服务员 然后说话语气也不怎么好 那我肯定也来气啊 不是你在做什么 他就把你当服务员 我在摆餐具可是 可是那个 可是我长得像服务员吧 可是人家服务员穿什么的话 那他朋友肯定能看出来吧 他以为你是领班你知道吗 但我摆好了 我也是想让他朋友过来 就是说对我有个好一点的印象 是是是是 你朋友也比较过分 怎么呢 可不是嘛 你叫人服务员干嘛 穿的衣服一样吗 反正当时闹得挺尴尬的 而且我觉得他有的时候 不是无你取闹 他都感觉在刁难我故意 比如呢 比如说吧 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喝水 喝水 我必须得一杯水喝完 不能剩一半 然后有一次我们不是做 出去旅游嘛 坐个那个大巴 他脱油五个小时的车程 在车上我就渴了 我就想喝水 结果开了一瓶 他就非得让我喝完 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个水 困着水瓶呢 他喝又不喝完 那那一瓶在那里 他那个放在书包里面 车本来就晃嘛 然后就总是发出那种水的 那个撞击的声音 那我就会总是听到这个声音 我就总是想 还有水没喝完 那我就脑子里总是想 赶紧把它喝完 那你帮他喝呗 我不渴 他喝半口就够了 他 别喝完 咱这儿没那么慌 我感受一下 你太配合了 结果当时我就憋了一路 害我 路上我总是去找司机 我感觉全车的人都在笑话我 总是去找司机 找个店给我上个厕所 你也是就不许老上 可是我不知道他喝完 那一瓶就说那么快就去找厕所 那么大一瓶水喝完了 能不想上厕所吗 多大的水啊 就两块钱那种 还好 也不少了一次喝 行 反正这女生好像确实 规矩比较多一些 还有呢 还有 早上去买个包子 他买八个大包子回来 其实我们最多能吃五个 我就奇怪了 为什么不买五个包子 那我哪里知道 楼下那个卖包子 它刚好一笼四个 那我只能买两笼 刚好八个回来 你要我买五个 那我说的不好意思说出来 你说你说我看 你买五个包子就算了吧 你还非得一次性吃完 就八个必须得吃完 对 这是为什么呀 剩三个都不行 那剩这三个难受 我看这三个难受 剩这更难受 再说你说剩三个 分到下一顿吃的话 那你怎么分呢 我吃一个它剩两个 然后也不知道 然后又下去 你可以不用吃了 然后又继续下去买 我就觉得这样子挺麻烦的 对 这是一个数学期 那我想着就觉得 特别不舒服 你剩的那你 这一顿多吃三个 也没什么问题吗 我听得基本有点受不了 就我已经能受 还有呢 你还敢听吗 你要敢讲我就敢听 他每次只洗一个 色系的衣服 啥意思 就今天只洗白色的 黑色的衣服就不能洗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那个颜色 都混在一起洗的话 不是 你可以洗完一锅白的 再洗一锅黑的呀 那我是每天都洗衣服 就说我不可能 让他堆到 堆到几天再洗的嘛 那每天的话就只洗我们两个人的衣服 那肯定就是分色系啊 最气的那次就是 我当 那天在外面做件纸嘛 然后第二天我又去面试 一件白衬衫 想让他帮我洗一下 结果他那天刚好不洗白的 回来我才知道 结果我是自己洗的 都是 那我怎么能帮你洗 我那天洗的是黑色系的衣服 那你一个白衬衫过来瞎穿后 然后看着就觉得挺不舒服的 不是那你那天 为什么不洗个白色系的衣服呢 那我们穿的 就是我也有要求 就是说我们每天穿的话 见识情绪 就是说穿的也要色系 或者搭配什么的 都要讲究一点嘛 是是是 这个我有点 他不洗就算了 我自己洗 我洗了之后 他还不给我亮阳台 那我准你亮的话 那不相当于我帮你洗了吗 为什么 那我帮他洗 黑色系的突然出一个白的 你会受不了是吗 他亮在阳台上的话 我总是想着 那个阳台上有件白衬衫 就心里很癫 那我做别的事情 我也做不好 我就老是想着这个事情 结果那天我衣服 我就亮在卫生间 第二天出去都实施的 皱巴巴的 我们面试也没通过 你面试没过 别那你说事 这孩子在这买了 他面试没过 他也要怪我 说我不给他洗衣服 怎么这么的 但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吧 我就真的只让他 洗过这一次衣服 之前那些 就是说洗衣服的时候 从来没让他动过手 他是不是不让我动手 但是他每次洗衣服之前 还得调水温嘛 冷了也不行 凉了也不行 我就必须得 按照他的那个温度去调 那你觉得现在调水麻烦 但是他又不说原因 那是因为我们家 就是那个热水期花了 我要他去找冯农修 他就是喊他好几次 他一直拖着那里不去 那没有热水的大冷天 我也不可能用冷水洗衣服吧 不是 你怎么调这个温度呢 调温度啊 我跟你讲 他给我买个这么高的 那种温度寄过来 必须得40度 那因为的话 一下凉一块汤呢 我们又吵架怎么的 那我不是买个这东西 回来按磕头量的话 多省事 又免得我们吵架 他除了管家里的事以外 还管外面的事情 什么事 就有一次 我跟他早上出去嘛 一个大妈小区 那边大妈 他把他那狗拴在树上 他自己去做神殿了 结果他直接跑过去 把那狗放出来 结果那狗扑过来 就挠到我了 不是 你放狗干嘛呀 关照你什么事吧 我肯定不会放狗去挠咬他 那是那个阿姨 他那个绳子 有点短和累的 那个狗的脖子 我就想就是 而且又挺难看的 我就是觉得 看得挺不舒服的 那我想结了 重新记一下 也没多大个诗了 可是结果 我不怎么想到 那个狗 他力气那么大 直接冲出去了 结果当时拿了之后 还那大妈跑过来 还不让我们走 还有我们两个 是偷狗的 可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事后有跟他道歉 他也原谅我了 而且每次他去打针嘛 一个月打 我都每次都陪他去了 确实有点受不了 而且现在我也改了 就说我出去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去管人家 或者是什么的 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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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他改了 他不管别人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管我妈 前段时间 我妈不是过来看我们吗 结果就因为家里 少准备了一双拖鞋 闹得最后我妈 在门口待了两个小时 可是那我不是故意说 不给他妈妈准备拖鞋 就是我知道要过来 我有提前大半天的 去弄家里的卫生 都弄得挺干净的嘛 你家应该挺干净的 对对 但是 但是我真的就忙起来 我就真的就 只忘记了买拖鞋 那菜什么的我都买了 但是我觉得就说 如果他让他妈妈 直接踩 踩着进去 我觉得那大半天 卫生我也弄得挺辛苦的 那我不就白费了吗 而且我也没有说 我不让他妈妈进去 对 你买个拖鞋 不是很快吗 我没有不让他妈妈进去 我就说 阿姨你可以 就说脱了鞋子进去嘛 你那是让他 脱鞋进去嘛 你那是让他 光脚进去 那么冷的天 光着脚也挺不舒服的 后来呢 后来我就说 让我妈穿我的鞋 她非不肯 她说这样 为什么 穿着不好啊 我觉得就是本来鞋 就要讲个人卫生 我就穿着穿挺不安心 她跟她妈 有什么个人卫生啊 反正她就特别讲究 然后我当时 就直接下楼去买嘛 哎呀 你妈也是好脾气啊 但是那件事情的话 那个师偷阿姨 她也没有说过什么 我妈不怪你 那是因为她儿子女朋友 她第一次见面 肯定不好意思怪你啊 可是你呢 你却变本加厉 因为那一天 我也刚好回来 然后我做了一天 兼职我也挺累的嘛 但是我就回来 就发现那个 我梳妆台上的那些东西 瓶瓶罐罐的 全都变成她妈妈弄乱了 就说那个色系啊 然后那个功效啊 怎么的 你干了什么了 你告诉我 都是要按我的要求 就是摆好的 那你干了什么了 就说 我说 阿姨你说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我希望你还是 不要动我的东西 就是语气也没注意好 可能就凶了两下 当时我妈就特别生气 然后就直接回去了 然后事后呢 就前段时间发生了嘛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 你说一些小事 我们的人吧 你就关系到 这种家庭生活啊 关系到自己父母的事情 我就觉得 我特别的不能接受 我妈后来也说 她说这样的儿媳妇 绝对不要 我也觉得 她这强迫症太厉害了 我都不知道 以后会不会把我 给整理唱 可是那阿姨的那些事情 确实是我不太对 我可以跟阿姨道歉的嘛 可是我觉得 我们之间的话 都是一些生活琐事 我觉得我有我的规矩 就是说 我也是想把生活 过得精致一点 你在家里也这样嘛 对 你父母不觉得 他觉得这样挺好 挺爱干净的 挺有讲究的 你受不了了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白老师 来来来 我想问一下小伙子 你怕猫吗 猫有一点点 比如说 就现在这房间里边 哥哥三五只猫 然后都很乖 都不动 你会害怕吗 不动的话我不怕 但是稍微动一下 我觉得挺恐怖的 也就是说 这个猫没有攻击性的话 这房间里 就这个房间里 有三五只 你是不怕的 对吧 那你觉得 把一只老鼠 放在这样的一个 有三五只猫的空间里 那猫即使不动 你觉得那老鼠 会不会怕 会的 对吗 那个老鼠 有多恐惧 有三五只猫的 那个房间 你的女朋友 就 没关系 有三二只猫的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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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紧张或者这么的局促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 这一定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曲总 刚才你说到 一定要让男朋友把水给一次性喝完 我就尝试想体验一下 你男朋友当时的感受 我就一口气把我这个 大半瓶的空间水喝完了 真撑啊 我想问问你 当在你的要求下 你男朋友喝完了那个水之后 他是什么感觉 我没有让他一次性全部喝完 就是说对嘴喝的嘛 本来就有细菌 尽快短时间内全部喝完 好 他在你的要求下喝完了 他的感受你能感受到吗 你试图去感受吗 他在你的要求下感受你能感受到 Nath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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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